第十一題 如右圖所示 上面的電器均便您使用 已知電鍋功率770瓦 運動550瓦 電池爐880瓦 電線最多承受22安培 下列有三種安全負載電流的保險絲 甲25安培 乙21安培 丙18安培 請問 應選購何種保險絲 不被燒容 且能保障電路安全 我們假如說我們的最大的電流是5安培 那我們就要的保險絲 就要在5安培多一點點 那麼比如說6安培 因為如果我太多10安培 那麼它當然不會燒毀 但是電流可能會過大 會破壞掉我們的電器 所以呢 如果我們的電流是5安培 那我們要挑一個比5安培多一點點的保險絲 那麼我們現在電流有多少呢 我們的公式是PE等於IV 加入電器呢是110福特 所以我們就曉得我們的電鍋 它會產生的電流是 770瓦電流 然後110福特 所以它的電流呢是7安培 那麼同理我們可以知道 運斗的電流呢是5安培 然後呢電池的電流是8安培 這樣加起來呢就會是20安培 那麼所以我們的保險絲要在20安培多一點點 那麼18安培太小它會燒毀 25安培太多它可能會產生危險 所以我們要挑的是21安培 所以第11題問我們說 請問應選購何種保險絲 不被燒容且能保障電路安全 我們答案選的是B E 2 3 4 5 9 différents